嗨 各位超認真的工業男子們 大家好 我們這次的約會系列算是正式要展開了 那你準備了什麼 我今天準備了一台車 你看我這台車非常酷喔 它的門可以打開 它裡面方向盤在轉的時候 車輪還會動 人家說 出來約會總是要準備一台車 來載一下就是喜歡的女生嘛 不過我相信很多人都覺得 品味很好 一定要買一個什麼 四五百萬巴拉利 或者是要買一個什麼很貴的車 但是身為一個工業吸引男人 其實這些東西大可不必 要當一個有品味有美學的朋友 不一定要花非常多的錢 有時候重點在於細膩 這跟約會一樣 其實有時候你可以反過來想 你可能可以花個五十萬塊 就是買一個你喜歡的重機 然後你用的杯子是Standless 講話很有內容 然後細心的安排你的約會景點 然後常常很認真的學習一些新的知識 讓你成為一個有內涵的人 這個東西 也是很有品味的 所以今天 我準備一個非常好的驚喜給大家 是的 沒錯 就是這個大家眾所期待的驚喜 跟女生約會的話 有幾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個 你要先查一下他們公司 有沒有在辦展覽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可以放行出來約會 那第二個呢 就是跟女生約會的時候 你要提早十分鐘到十五分鐘 要先在前面準備 那我們現在來去準備了 所以呢 這集非常的重要 我們要準備一台就是 感覺乾淨又舒適 又不錯的車 你焦距沒對到我 那個車移一下 HONDA C RV 你這次會不會緊張 這次 這次比上次緊張太多了 畢竟要直接入贅 太危險了 總是要開始先約會一下認識彼此 你先試車嗎 不是啦 OMG 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們所最期待的 嗨 請問是傳說中的驚喜嗎 對我就是 嗨 剛到嗎 嘿 那我們就 發佈做做展開我們 今天為你準備的 約會行程 你今天的意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真的假的 對因為你今天的意見 就是會是一個 讓我們 我們頻道 97%都是男生嘛 就是讓97%的男生知道說 到底跟那個 工業千金約會的時候 應該要 注意什麼樣的事情 你對女生來說 開什麼樣的車出來約會是 有很大的感 差別 就寬敞的車還不錯 就是裡面的空間 像這個副駕的空間 大一點的話 就會比較好 平的 對對對 說著說著就到了 第一站 找停車格要有個技巧 就是幫我找一下那個數字的順序 好 因為這樣會關係到 未來的積蓄 你是怕找不到車位還是 是拍檢舉 那老包車位啊 會有這個可能性 好 走吧 在店裡面看到的所有的包包 皮件 甚至手錶的錶帶 都是老闆自己設計 哪一樣 然後自己做自己 縫出來的 這是手工吹包包 然後從摩托車 到手錶配件 到攝影配件 前面是摩托車跟腳踏車 後面是影視 然後 你看到所有的包都是 可以放在摩托車 跟每天使用的樣式 我們的設計就是後面有個 快拆的插槽 然後攝影機直接把它放進去 這樣 然後下次就直接把它抽起來 然後裡面的背帶拿起來 就可以背著走 很多人都是拿 新的布 然後把它做的是 舊的 二戰時代的 那這個老闆很變態的就是 他都會去找那個 真的二戰年代的東西 二戰那種彈藥包 然後軍用包 然後他再把它拆掉 然後做成他自己的 包包 這是希望說包包可以 陪你走一輩子 然後可以用越久 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包包會用髒 因為越髒越久越好看 它慢慢的會有 自己的味道 這個也是 在去年台中 老闆讓我花了很多錢的 他有幾個藝術家 你可以仔細看他那個細微 很像用洗顏器刻出來 對不對 嗯 這位叫珊珊 就是日本業界都叫他 人鬥磁磁 比如說像龍啊 像這個龍蝦也算是他 蠻特別的代表 代表不錯 就是你用 顯微機看 它裡面一層再一層再一層 那裡面的層次非常多 這邊有一個很厲害的台灣人 萬哥這邊有他得獎的 那個拳紀錄 這個是當年的 2011年的 骷髏王的比賽 就是全世界都有去參加 在東京比賽 最有趣的是 這個比賽是日本人辦的 世界櫃地很多人去參加嘛 其中有一個就是台灣人 叫萬哥 然後萬哥去比完之後 他們就不辦這個比賽了 為什麼 因為他拿冠軍 後來人稱骷髏王 他們那個時候的比賽就是 當然就是以骷髏為主題 大家都要表現出自己 骷髏的形式跟樣貌 這樣子 就是這兩年 COVID-19的紀念措施 它這個最酷的是 它這口罩是 可以這樣拆下來的 然後它裡面是一個 很精緻的芙蓉 就它的雕工就是一直都 非常非常的細緻 然後想法也很特別 那這個是防疫神器 防疫神器喔 對… 因為就是你要按電梯就用這個 這很酷 就是一踢手 然後它這邊 很酷就是 下面這些手錶都是 它用各種奇怪的皮件 然後做的 當年很喜歡沛上海 所以才做這一行 那不論我沛上海 那時候的錶帶 他們都是已經破損 然後已經戰損得很嚴重 基本上你要戴沒有辦法戴 所以當初就是 1比1複製了 全系列的軍表的錶帶 那我們後面那邊就是 當年武董軍表的樣子 這是兩百萬 這是兩百萬 呃…沒有 真的好 這支 這支這支跟這支是比較稀優的 所以這邊三支大概就是 發財了 這個是很罕見喔 就是當年的 沛上海的武董軍表 80年前的六一五二之一 然後這邊就是 武董的老律師之星 那我覺得 最讓人家感動的一刻就是 他現在回復了 那我們給他一點動力 他就回饋你時間 這感覺很… 他那個聲音是很… 很扎實的 80年代我聽這樣 以前的軍表 他必須要求是 這個手錶能夠自己發光 那要怎麼要自己發光 就是必須要有一個能量很強大的物質 去驅動 它的夜光 對 所以他是用雷的材質 去把硫化新的塗料 把激發高激發態 然後會放出很強的夜光 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那個時候的做法就是用舌頭填 對 就是拔了一份 然後用舌頭填一填 然後塞滿整個面盤 我們一般的背景輻射 實在在20下 你說這台是嗎 這側輻射的 對 蓋格激素器 欸 現在已經0.4了 對對 然後再… 再靠近這邊的話會不要到50 喔 真的喔 可是因為它是… 它是特殊專件的 所以… 站快一點 立馬… 50公分它就會安全了 你說等一下 你說距離大概多少 大概這樣就安全了 這邊就會開始爆了 其實因為已經老了喔 所以它的輻射會比較… 比較弱 可是它的伴算其實是1200元 所以它旁邊已經是一個可導輻射的現場 沒有沒有 這個還不是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看一個老輔董 在這個老輔董打開的時候呢 我們是需要有一些著裝的安全設備的 我們身為一個工藝安全男子 看深度計 看儀器 也是需要做好裝備 老闆 這是… 這是芊衣 這裡要做好安全保護 因為它的輻射機這樣真的太強了 然後就這樣… 馬上爆喔 這個… 這前面應該是800多 然後會一直爆 都會爆 爆到紅圈裡面 沒辦法測掉 它一直在往上持進位的進 已經到白了 我到這邊就安全了 可以再輕一點 其實就有點看起來細合了 欸 這個… 不能太太輕了 你會把面上嗎 這樣子就好… 好 這是第二個 你看它這個… 強度… 把它的那個都已經震開了 那個能力會太強了 所以它會強到讓它… 你幹你屁啊 你用我的臉在叫 好 就這樣 那我們趕快把它收起來囉 大家看我們現在才0.17 剛剛衝到300多 老闆說會衝到800 有機會的話 我也不想再拍一集給大家看 總而言之就是 如果你喜歡這些東西的話 大家都可以到第一間店 這邊來找老闆 記得它是一個賣包包的店喔 跟賣皮件的店 還有賣飾品的店 它不是賣手錶的 你不要來這邊買配奈海 它不會賣你 我以前剛開始創業的時候 買了第一台蝦皮 有一年 我記得我們去跟一個老師傅 他以前有出現在我頻道 文哥 然後我們去台北 我們要去做一個良民五的模具 就是我們要做一個玻璃圈圍的模具 然後我們兩個就為了要省一個住宿費 所以我們就開始把那個模型 然後分了很多塊 然後我們當天就很快速的做完 然後拆完就把蝦皮後面全部打平 然後把全部的工具貨車模具 然後全部都放在車上 然後因為那個模具有那個 sulicon 矽膠模具 然後也有FRP模具 然後當它在揮發 因為它說要乾一天嘛 所以它就在我們的車上在揮發 所以它就彌漫著一個 很神奇的味道 然後我就兩個人戴防毒面具 在高速公路上 然後全部的車都打開 然後就在那邊乾一天 天啊 反正很荒謬啦 就是以前很辛苦的事情 長大之後都變成是一個笑話在講 其實7RB這台車讓我曾經賺過很多錢 反正那時候我們就覺得 它就是一個CP值超高的車 CP值超高 我們驚喜CNC的機台 CP值也是很高的喔 其實那個時候又讓我在買車的原因是因為 在HONDA那個時候有一顆 在太平店有個大姐 然後它人超好 因為那個時候大姐好像知道 我是自己剛創業的人 所以我們都會原廠保養嘛 然後那個大姐都會幫我省錢 然後那間公司就讓我覺得很以客人為地優先 然後讓我完完全感受到那個服務感 一間公司的服務真的很重要 跟我們公司一樣 我們驚喜的服務也是非常好的喔 嗯我知道 你知道其實今年是HONDA的創辦人的100歲 創辦HONDA這個人 他其實他的本名就是本田 本田中一郎 他就是以前家裡就是很貧窮 過得很不好 然後所以他就很小就出去當學徒 然後工作 因為他是非常的認真 所以當時的就是裡面的工人 師傅就給他了一個這個機會 他就創立了東海經濟 當時豐田給了他一筆錢 就是有點像是援助才讓他一起做這件事 然後那時候日本發現一個大地震 叫三河 三河大地震 就把東海經濟就震壞了 然後最後他就逼不得已就賣回去給豐田 又過了幾年 其實就是就打戰了嘛 二次打戰 然後日本他們戰敗 所以那個時候的物資 就是整個日本的物資都是非常缺乏的 因為當時的人為了要去很遠的地方去黑市 還是要去遙遠的地區去採買 或者是去交易一些食材啊 還是材料的時候都要跑很遠 所以他要騎自行車 他很方便 以前在那個年代的時候沒有電池的 電池的技術 所以他的打戰的時候 大家都一邊發電機 用發電機然後一邊發 然後一邊傳訊號 一邊傳訊息 所以他就把上面的發電機拆下來 然後裝在自行車的上面 也因為這件事情之後他就做了本田技研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 Honda是全世界全地球上賣 摩托車最多的一個公司 所以你看就是一台有故事的車 對 我們剛停425 所以我們現在停11號 我們要挑號碼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現在正在玩一個停車九宮格的遊戲 感謝這些業配廠商 就是如果你使用了這個停車的APP之後呢 大家假如在停車的時候拍照 然後記下你停車的數字 你玩這個停車九宮格的遊戲 他只要能夠連成一條線 然後分享到LINE或AFV 他就會免費送你停車的優惠 那如果大家到Honda全台的經銷商 登陸呢 你都可以有機會獲得 1000個小時的免費都督房評測 那我在前面 上面有一個三個PPP的地方 他們以前這裡就是出版雜誌的工作的地方 然後現在就變成一個展覽的地方 你們是來看展覽的嗎 我們看展覽的 今天展覽 沒有沒有 今天沒有展覽 不好意思 這麼突然開始嗎 可以再錄了嗎 你們再錄了嗎 我們在錄啊 從這麼突然開始 沒有 我們很生活 我們生活約會的感覺 我想說挖出一些玩具 所以今天不是展覽了 今天不是展覽啦 你不要 你不要用我來錄 然後你就把東西全部撤掉 你知道嗎 明天就有耶 明天有展覽 可是明天有可能是報表會 就是我們這邊是一個 適合展覽的報表會的地方 大家可以到晚多的帳目 那我們等一下在搞 走吃飯 你真的不看一下玩具 我真的翻出來很屌的玩具 這個不是這個嗎 不是時候今天來看到什麼就帶走 我在公司裡挖到一些玩具 我覺得這隻很特別 這隻是我們2008年 月餅君 小心喔 這一套現在大概七十萬 這一隻現在在七十萬 你現在講的還好 因為我們剛剛去經歷了幾百萬的世界 可是這隻當十六萬塊 哇 頭暴力很大耶 對 我們講的是趴數 我確實現在都一百隻 然後右邊這個是嘉倫國先生 他現在其實是個藝術家 這是他一個很特別的作品 他是用3D練習做出的報 然後是有很特別的材質 然後在自己輕鬆上色的 然後總共附了一個系列 大概有十幾個顏色 但每個顏色都只有七色 特別這一隻是第一號 然後第三個都先特別 這是日本藝術家黃富金偉 很適合你們兩個建約會 所以我決定把這個東西送給你們 喔 真的嗎 他是一個當時他一個展覽的邀請卡 這條繩子是上吊是不是 是純綁藝術 很適合青旅玩的那種 好 我知道 然後我要介紹一個難看的東西就是 沒想到一直玩 我還可以是一個藝術品 你知道當以前有一年 就出現一個在度像的人 他就把一個小片頭 然後放到一個展場上 然後跟大家說這個叫藝術品 然後之後就進到了後現代主義的時期 後現代主義的時期之後就是 很多行為藝術 當代藝術 跟各種奇怪的藝術形式跟表現形態就開始一直出現 所以很多優品就是你可能也會看不懂他在幹嘛 就是一根繩子他就說這四個藝術品 如果你了解美術史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它是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這一招轉了 這個髮夾彎 彎得不錯吧 這次我要六千塊 真的喔 這次要三萬塊 七千美的 一千 一千隻喔 你猜這四個東西加起來 跟那台車哪個比較貴 HONDA今年推出可以正式掛牌上市的車 應該還是車吧 他這句話就是主人的速度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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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一次也是很不一樣的 他的意思是說 假如我做的東西跟那個 就是跟比喻台 要講他的所有東西的定價 絕對低於這台車 這些東西的價值現在高於這台車 但是這台車跟你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好好好 油三碗水 會講話 給你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價值還是很高 這一招轉了 這個髮夾彎 不過車子給人家的感受是不太一樣的 你知道嗎 車子才會讓人家擁有一種自由感 而且當你有車子之後呢 你就可以到處游山玩水 去很多有趣的地方 當你們是發動人情人 就可以開箱大自然 你吃飯了嗎 還沒 你喜歡的我喜歡 我帶你彈起來 好 我覺得在台北還是不要亂交朋友 你知道嗎 你們女生覺得男生會要很注意的哪些事情 完全個人喜好沒關係 遺容方面嗎 指甲要剪拿之類的 指甲太長的話 細緻的 細膩的 那如果男生又會跟你出來 然後使病人可以 不行耶 對身體健康也不好 對抽菸的話 我也是覺得有一點 不行耶 所以如果服裝上有特別的 我覺得男生穿素色的很好看 你說去 Uniqlo 店員這樣 對 Uniqlo 其實就很好看 我很喜歡 Uniqlo 只是簡單乾淨就很好了 就不需要太多其他梨花的東西 不需要太滑橋 那種的緊身褲那種就比較不行 緊身褲喔 可能你會穿緊身褲是不是 不行 我覺得下一站要帶你去一個 跟你們公司 就是比較息息相關的地方 台灣有很多人 他們像是貿易商 所以他們會進很多 國外很厲害的東西進 有時候也包含的是工具機的零件 我們機器用得到嗎 用得到 我們未來都用得到 這一招轉了 很快的我們又到了 要跑現在 停車場了 YA 我覺得自從有環境的發明之後 停車就很打電動 對啊 這很好耶 我想到一個男生開車 比較注意的點 就他煞車不能煞太急 喔 要分段這樣 對對對 就會很甜心這樣 36 對 36 集滿 這個應該你很熟悉的對不對 工廠裡面都會看得到 他們平常不對外開放的 因為他們就是只會供應給 不管是像你們這些工廠的啊 還是經銷商 因為他們等於就是一個代理商 然後他們會代理很多奇奇怪怪世界有名的工具 而且你看就是很多工業人裡面 都要有一台 空卡的車 對 到今天三家都有 欸 這個就真的不是誰的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去三家裡面 每個人都要放一台 對 這個跟剛剛那個奇怪的人 等一台比起來就小台很多 對 那這台車叫Monkey 可能說不定你坐上去會很剛好 這高度應該是你剛好的嗎 媽 欸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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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對 那我先走囉 好 等一下你就騎台去示範 他們也是北川夾頭最大的代理商 夾頭要怎麼樣跟觀眾解釋 就像我們洗床的話就會使用到夾頭 去夾持我們的弓箭 去做夾工這樣子 所以北川的夾頭在業界是貴的嗎 對 因為它是日製的嘛 在整個都選配裡面算是高檔貨 對 對 對 所以如果你買Fixi的機器 也可以用北川的夾頭 今天爸爸派你出來增加訂單這樣子 對啊 希望 希望有 希望有 這很厲害喔 這很漂亮耶 沒有 這個很漂亮對不對 等一下 各位朋友 等一下打開就更漂亮了 有沒有 它的這盒子全部都是手工 它就是一個工具櫃 然後還有 哇 你可以拿起來看看 欸 這很漂亮耶 然後公司一人發一套的 哇 真的這個 上班很開心耶 欸 這真的上班會很開心 這樣子 鎖羅斯的時候你都覺得自己超有質感 這我應該怎麼形容 這個如果工廠有人拿出這一盒出來 它一定是頂級技術員 前面幾間比起來 如果只有單看這一間的話 就是可以帶走一樣東西 就想要帶走什麼 這個 這個不常見耶 好 上車了 來喔 你抓前面我抓後面 上得去嗎 可以啦 CRB 超大的 1 2 3 歡樂時光總是過得很快 請問今天以一個女生的心情覺得 在這三個行程裡面 哪一個是真心可以推薦給我們的頻道觀眾 三個行程我覺得都蠻有趣的 因為也不是一般你會去的地方 如果是真的要推薦給工業男生帶女孩子去的話 我覺得像那個第二個那個PPP那邊 就是雖然今天是沒有展覽 那如果它有平常有展規的話 可以帶女孩子去 我就會覺得還蠻不錯的 就是會有一些共同話題什麼的 那如果我們要回到如果是以 真的是放假約會來講 第一名是 因為第二個就是那個PPP它 就是目前沒有展覽嘛 所以我那我選第一個好了 那個老闆非常的熱心 所以你會跟他互動 然後就一起討論就是一些喜歡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一個男生在展示他自己很喜歡的事物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跟平常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是感覺還是要你自己真的喜歡 然後你對這個東西有條件 你再帶女生去的話 他會覺得說不定講到某個點的時候 他會有點崇拜你的感覺 很開心今天有這樣子的時光可以 讓我們頻道的臭男生知道的女生到底在想中 好 希望有幫忙到 希望有幫忙 那什麼時候去找你爸呢 你什麼時候來啊 藝術瓶玩具 對 跟10萬塊的工具 嗯 10萬塊的工具 實在 不愧是工業二代 我覺得這個很棒 拿起來就很開心 就是每天工作這樣 有有有有 很像自己那個女生化妝盒 打開這樣說 有耶有耶 今天我要做什麼工作呢 好亮喔 他們這個展示間 有一個很炫炮的東西 老闆可以幫他降下來嗎 辦公桌 哇 然後大家的腳都很亮 因為這集的量實在太多了 所以有一些我們就把它剪到會員影片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的影片喔 按讚 按讚 按讚